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11日星期一早上 現在是中午,11點59分,最後10秒鐘 中午收市的節目 恆生指數進入午市 午休的時候都要記憲著地下跌 現在剛剛收定了跌580點,27,070點,乘加430點 亦都算是中庭 留意跟大家更新一下股市的走勢 我想有部份人都緊張 為何市好像好好地地 上個星期還在憧憬中美貿易會談 但結果都要下跌,而且下跌得頗厲害 輕輕做回一些平日早上的工作 步步隔夜美股方面的走勢 輕輕 三大指數綠色都有升 只不過是幅度方面比較細小 道指升6點,7,681點 S&P500指數升7點,3,093點 納斯達指數升40點,8,475點 三大指數升幅界幅0.02-0.48% VIX方面有下跌 下跌了5.1%至12.07% 仍然相當低水平,不值得做淡 不過市場開始關注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 一個要留意中美貿易會談方面 特朗普在周末說到 雙方較預期的進度稍微慢了些 亦有說法說 現時中美談到撤銷關稅的進度 或者叫做extend 並不如市場現在憧憬 或者傳聞所借這麼多 所以覺得其實就不太美好 第二個因素就是本地的因素 我想大家今早一睡醒 看網上、一些社交媒體上 都會看到情況 直到目前為止 情況仍然是惡劣的 所以就大大影響了很多本地的股份 包括本地的地產 你看到現在畫面上面 明顯見到新鴻基地產排第9位16號 跌了4.1% 另外就要看看 其他未上榜 不過有很多其實都出現了一些顯著的跌幅 如果不相信的話 輕輕都補一補 叫做下跌的情況 其實都認真是比較多些 分別了 若莫 太古跌了4.4% 新世界跌了4.3% 另外一隻就是 太古地產1972 跌了4.1% 16號的新鴻基跌了4.1% 如是者 沙沙跌了3.9% 利福即是SOGO 跌了3.9% 似乎受影響的幅度 都幾明顯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打過來 留言在YouTube 或者Facebook 或者打電話過來 就問問題 盡回答 其實我都是 開一開中午Live 希望大家就 都叫做 不要人心惶惶 跟大家跟一跟 大家自己手裡的倉 其實恆生指數 除了剛才所說的 中美兩個指數 即因素 以及本地因素之外 都可以看看 目前牛熊症街貨的分布圖 其實都很有啟示 下方最重的牛症 應該是26900點 那裡有1784張 相當之厚 現時重倉269 即是今早最低 見過27002 27002 看看今天會否到 還是今個禮拜震盪地到 有些朋友仔 就說市場是否回頭 甚至是否可以做膽 或者見頂 其實我覺得 其實當然 很視乎市場有些瘸細 一來就是牛症重倉 以來就是本地的因素 其實 如果看回外圍的因素 並不是利淡得這麼交關 如果使用人民幣匯價 來看市場有沒有衝勁 現時人民幣利安家 是7點 也不是7點 是6.996 6.9979 6.9979 似乎 較上星期 明顯高位是有些回落 不過還未完全散 大概多少七算 走勢是不錯的 至於遮膝的調整底下 會不會上不上去呢 都可以看看恆生指數的走勢 我覺得有幾個關鍵位 是值得留意的 現在畫面上面 就是恆生指數 至於較早之前 這些273 274 那些位置 項線再加牛紅線 現在初步當然就失座 都差不多三百多點 所以今天應該就修復不回了 至於下一方的話 當然就會是這些橫行區 其實也是9月4日 撤回大洋竹的收市位 大概2655 所以就看看你想找哪個位置 當然269也是一個重牛區域 所以我為大家帶來的三個參考的關鍵位置 分別就是27400點 今天失硬的 26900點這兩天 可能都會到達 殺一殺千七隻熊 千七隻牛 甚至乎如果真的不只是為這個叫做殺牛 而市真是轉差 受壓一點的話 我相信最多最多 不是最少 是最多 我相信最多 都只是落單 6500點 所以你問我做不做 是否見頂 我會說 嗯 看看你拿什麼 我就覺得 如果你拿一些強勢股的話 我建議你手後多一陣 當然 如果你拿一些本地 零售 收租 那些 那些 沒得好說 地產 那些 沒得好說 我自己看法 市場是借勢回條 借勢回條 好了 至於解答一下 今早市況上 一些初步的走勢 留意在活躍成交額網上 見到股份跌得最厲害 都是新鴻基地產 跌4.1% 跟手 反向不用說 市跌跌就升 這個就不用多說 另外 瑞昇也是跌3.9% 那百分點 只有一隻 奇奇利利的股份 有得升 就是石藥 個別藥股 有些都還可以炒作 不如先看看瑞昇 瑞昇上個星期五出了份業績 毛利率方面 繼續沒有改善 不過下滑的速度 開始放慢了 雖然在光學的業務上 就要diversify 但就未曾做到一個規模 所以毛利率仍然受壓 升學方面的毛利率都沒有改善 只是跌慢了 但是呢 又這樣說 如果看趨勢的話 未必是不樂觀的 因為最主要看回 不同的國內品牌 包括賣 就算外圍的蘋果也好 其實內地的買手機 出貨量 各樣的數據 其實已經是攀上 穩穩有迴韌的跡象 在這裡 所以這裡 我想大家還可以繼續去看 好手機股的前景 不過 始終瑞昇 短線應該真的到了價 我相信 如果你繼續看的話 當然我會叫你繼續看 順宇和優泰 至於如果是這隻的話 稍微回到早前 9月20號的頂位 就是47.65 47.65 或者你當是48元 左右的位置 都可以 相信那些位置 才買入 就會較好一點 不會太急 至於 2382 順宇光學 當然是稍微 既勝一籌 如果要看回 之前的橫行頂部 121.8附近 其實 你見到今天最低位 落到幾低 落到121.5 但是 就未需要 下試就算 還可以即時做回收窄 來回十字星 所以我會繼續給一個信心 分給它 至於 1478 優泰 明顯高位 現在已經出現了比較顯著的一支陰燭 兩支陰燭 三天不賣 應該說五天不賣 就三支陰燭 在這位置 3.3%的回落 目前現在 有機會先試一試 較早之前的頂位 那些位置才賣 都未遲 就在10.32 10.32 這些位置要站 好 說完 一點點 一點點 就是 過別的股份 跟著 就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 那 Jason 就說780 走不走 我就說了 那我不回答了 至於 就 Camp Cam 他問1672 這隻叫做 歌禮 沒有貨可以入嗎 其實 相當之投機 而且 今天 你盡量 這浪 不要再失3.99 或者 盡量站在4.15 上會好些 今天 暫時半日收4.09 我就不建議 因為都認真投機 240 回了很多 是不是有時候 都要吸納一點 那 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 金價 在沒有了一個減息的憧憬底下 減息放水的憧憬底下 其實就不是這樣炒發 所以就 不要經常 就不去看基本因素 純粹打算打算駁個Range 所以 逢是落下來 某些位置就抵買 不是的 因為背景因素已經改變了 市場是預視年底之前 就不會再減息 所以不利於金價 還有 即是 240 Spider金 ETF 另外 Amy 她就說 3662 這隻奧元健康 就 跟1813 都有伏 這隻 就似乎失了十天線 整個浪食 都現在未曾試過 我覺得 如果有吃的話 可以短吃 否則 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要挨近 應該落後8 才有支持 至於1813 就是合景泰庫 明顯都是高位 有支重的頭棍 所以 自己小心點 繼續持有的話 作為內房的話 當然都可以 沒問題 至於 560 560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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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現在暫時30.7 目標 要是陰軸 至於 Lok Wansom E669 中海物業 有一點點 可不可以 哪些位置加 其實 他較早之前 都是進一步突破 10月22號 4.58 開始位附近 埋近4.58 有得加就加 775 好像穩了一點 是不是可以長渣一點 都是那句 不如用上一日的收市價 來做分水嶺吧 3號 9300 或者你當4號 指不穿 不就繼續挪傻 不對 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是 一元 一元齊頭 不穿的話 你就多看一會 我自己覺得 非常投機 很大上大落 我就不願意 至於1066 就是這個 威高 威高股份 明顯 股份 都是震盪向上 多頭排列 早上入了 9.4 幫忙分析 可以繼續持有 其實都是跟醫療器械相關 其實概念上 OK 1951 可以入 Cindy同樣都問 我覺得可以多等一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 給我大探到 13.1號 4附近 目前追上去 有多少背切 一隻感恩 是我看好的 不過後遺 2018 剛才說過 浪底 老實說 我都不建議去撈浪底 不過如果你真的去選擇 去找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持 試試看看 較早之前這些 不斷橫行的48.7 會不會做到 些少有意義的 支撐股價的動作 在這裡給你 初步看法 在市況上 都是比較偏淡一些 所以我想大家下午都不要心急 打算去撈些什麼 照樣拿著手上的一些貨 看看市況 在一個所謂叫借勢調整的情況之下 完結過後 一些優質的貨可以反彈很多 好了 這節時間到這裡為止 下午我逢星期日都不在了 所以明天早上9點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